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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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福建来了 糟了 这个怎么办啊 先把衣服给换了 来不及了 对了 什么 就如今天早上起来 我又犯了分寒 记住了 明白了 明白了 好 非常好 很自然 你先拍过戏吗 那下次 导演 独角戏谁不会演啊 要是也得是对手戏啊 对对对对 您说的对 您说的对 导演 我去看室内场我发现她冒充小姐的那一段吧 好好好 开始 开始 你个死丫头 小姐 竟敢冒充我 小姐 我不敢了 小姐 我不敢了 我看你是个小活的那对 我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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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我不敢了 打死你 我不敢了 小姐 我不敢了 小姐 我不敢了 好好好 可以了 可以了 花小姐 你们配合的 真的是很好 真的是很好啊 你们是在拍戏吗 哦 哦 有个临时演员突然病了 我让云三顶一下 我们正在试戏呢 对对对对 是 是 这点苦都受不了怎么当演员呢 还不走 wichtige 开 快ologie 哪有 我的 恩 老人 儿 你不是从来 没人可以 恐怕她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小角色了 你什么意思 女人的第六感是很准的 老实说 你刚才是不是为了保护她 怕她被我打 你故意赶她走 你别瞎猜好不好 我只是怕影响拍摄 是吗 我看你是对她有意思了吧 好了 别整天疑神疑鬼的 你看 我买了什么东西给你 世豪 你看着我的眼睛 你老实地告诉我 你真的 一点都不喜欢她吗 你别这么无聊好不好 喂 你要去哪儿啊 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去跳舞的吗 今晚我有应酬 喂 世豪 世豪 甚至好你这个混蛋 光靠这些东西 就能满足女人的心吗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 不需要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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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明显 咱们不要路 我走 我就带了 这些东西 好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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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 你真的让我很吃惊 在我的印象上 你总是特别喜欢哭 是一个喜欢用眼泪来说话的人 刚才你挨了月通耳光之后 我还以为你又要痛哭流涕 气不成声呢 以后不会哭了 为什么 因为哭也没有用 只有一笑 才能让自己坚强地活下去 谢谢沈老板刚才救了我 我永远都会记在心里的 小心点 沈老板再见 来来来来 快点快点 那边加油 拿过来 瞎眼了你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是新来的吧 是的 我先让你来 我带你来 用刷茫 我带你来 带你来 带你来 什么 啊 我也有 把我带你来 还好 怪不得那么高贵 高贵 那只是嫖妙 郑王 去看看花小姐来了没啊 是 马上来 总之你自己小心点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说的 沈老板 花小姐 四世 有话就说 你别听 沈老板啊 夫人来了 好像是来找花小姐的 是吗 那真是太荣幸了 我正好想见你夫人 你陪我出去走走 沈世豪 我跟你可不是一年两年的功夫了 你说会要给我名分的 你到底想拖到什么时候啊 我这爱情深陷 上车 对不起 我要赶通告 数不放飞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喜欢你是因为你聪明 但是最近我发现你 越来越不聪明 你负ятно 听人家财 你成熟一点好不好 我不要再听你说这些骗人的鬼话了 你总是对我生会给我名分 结果呢 你却从来都不敢让你老婆知道我们的事情 你怕你老婆 你知道 我今天拥有的一切 都是他们家给的 说怕他也没错 那你就好好地跟他过啊 当初找我干什么 不要碰我 不要碰我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可是请你相信我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是真心的 就像跟年奴在一起也是真的一样 如果你觉得受不了 那你马上就可以离开 我绝不会来命 沈志浩 我跟你这么久了 你怎么可以说出这样无情的话来 你怎么可以呢 这 我们在一起多久了 是四百天还是六百天 你跟我在一起的这个日子很快乐吗 既然快乐为什么要去破坏它 这样一直下去 不是很好吗 很好 甚是好 你当然是无所谓了 可是女人能有几个六百天 有几个 你看看 我年纪已经不小了 没有几年青春可以回祸了 等我人老朱黄的时候 你就可以排排屁股走人了 而我呢 我该怎么办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 你就这么走了 你话都已经说到这儿了 还要我怎么样 离开排宁如 娶我 不可能 哪怕是作妾呀 我现在要走了 如果你愿意跟我走 我可以忘记 刚才的一切 我们还跟过去一样 要不呢 以后只能是陌路人了 滚 世豪 世豪 不要 不要丢下我 我认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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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想一想才决定 这是你的一生 我担不起这个责任 你 oui 谢谢 有 超正的 руб 沈太太 您的茶 你怎么知道我的 听郑嫂说的 刚才撞到了您 实在不好意思 没关系 不知者不醉 你是公司新签的演员吧 不是 我只是个打杂的 打杂的 太可惜了 你叫什么 云香 云香 不错 好名字 听名字就不是普通人家的姑娘 谢谢太太夸奖 这双手可真漂亮 就像古人师里说的 垂手名如玉 香自秀中来 年轻的时候也有人这么夸我的手 沈太太的手真的也很漂亮 哎呀 岁月不饶人哪 不比当年了 哎 都说花也容漂亮 我觉得你 一点也不比她差 啊 沈太太太说笑了 我怎么能跟花小姐相比呢 疼 说穿了 跟花满楼的妓女没什么两样 我觉得你 论气质论相貌都不会输给她 就是 你跟我来 去哪儿啊 哎呀 来就是了 把人都收起来啊 好 走啊 再高点点 高点高点高点快点快点 这就笨子要死笨的 再高点再高点 明白 赶紧办法 把这儿清理去 小心小心 好 导演 哎呦 好了好了 是是是沈太太 您您您这是 把花月容的形头拿来 给她试试去 呦 这 这个 啊 怎么了 我的话不好使啊 哎 不是 沈太太 这花小姐的东西 不经她本人的允许她谁也不敢动 放死 这儿的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 哪一样不是我们沈家的 是是是 我告诉你 我说是就是 谁敢说步子 谁就滚蛋 哦 是是是是 咱马上就是 服装化妆 灯光道具 准备东西 准备准备 准备准备 好好好 快快快快 马上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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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相信我 我不会看错人的 你会比花蚁人更红 好 好嘞 沈太太 赶紧啊 知道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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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真不错 谢谢导演 沈太太 让您见笑了 我说你行你就行 不过 要当明星光演得好是不够的 换了衣服 我带你出去 我带你出去 走吧 黑咖啡 两位请慢用 谢谢 这里的黑咖啡是最好的 你尝尝 怎么 不习惯 我忘了你还年轻 还不知道苦的滋味 以前我跟世豪常来这儿 那时候这里还是做棉花糖的 世豪虽然是个一文不明的小伙计 可是每个月他都会攒足十文钱 请我吃根棉花糖 说也奇怪 我从小吧 我从小出身富贵 什么没吃过 可偏偏就好这口 那时候真的很开心 那个时候你们一定很幸福吧 是啊 很幸福 后来 他依靠我家资助发达起来 他喜欢电影 我就依着他办个电影公司 谁知道 碰上花叶蓉这个狐狸精 真是不知道 他是使了什么魅人的招数 把世豪搞得神魂颠倒 从此以后 我也只能红颜未老恩先断 血以熏炉做到明了 现在你该明白 为什么我喝着黑咖啡 不觉得苦了吧 因为我的心里 比这黑咖啡 苦一千倍 一万倍 他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呢 云霄你还不明白 男人有钱之后 三心二意是常有的事 这我不怪是好 你要怪就怪那花月容 你没看到他贪得无厌的样子 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又年轻 就把男人当成摇钱树 摇下多少算多少 我真的担心 我担心我们家这份来之不易的嫁业呀 云霄 你说他这种女人怎么能怎么能演好电影呢 我觉得你比他好 你年轻漂亮 人品也不错 你知道吗 最近公司正在筹办一副大品 是根据金剧改编的杨贵妃 花月容那种狐狸精怎么配演杨贵妃 我觉得你比他合适 这不太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吗 我明天就跟导演说 让他换角 绝对不能让他这样下去 可是 你不想当明星了 你不想让所有人都看到你的万种风情吗 我当然想了 这不就行了吗 你放心 我说你行 你就行 不过呢 我还有个条件 你知道 片场每天都用的力展大吊灯吗 我要你 把上面的绳子松一松 大人也不要太松 只要花月容在底下演戏的时候 让他恰如其分地掉下来 就像是 一个意外 之前就听说 电影公司有人被砸伤 难道 干嘛这么大惊小怪的 狐狸精啊 真是敢不进杀不绝 只好见一个收拾一个 见一双 再收拾一双 这 这是谋杀 这怎么能是谋杀呢 又没有死人 这怪是残废了 慧容了 如此而已啊 云霞 我想你是个聪明人 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对吗 站住 站住 别让他跑了 你这边 我那边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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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Date 你逃到那儿去干什么 拿着 拿着 房地人 你在这里干什么 快 快救我 别乱来啊 否则我让你死无丧生之地 别过来 小兄弟 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啊 少废话 别过来啊 别过来 别过来 小兄弟 你干什么真正 别过来 过来 我杀了他 大帅 大帅 你怎么样 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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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真是悖啊 让一个小兔崽子给算计了 来 先把粥喝了啊 昨天就听到一声呛响 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是怎么回来的 是那个叫方天宇的 把你送回来的 他人呢 走了 他 他怎么走了呢 我应该跟他喝两杯 亲爱的 你以后可要小心了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丢下我们母女俩可怎么活呀 我负大命大 没那么容易死的 再说还有你做的美食 一定会长命百岁 所向披靡的 来 慢点慢点 烫烫啊 你说方天宇这是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 跟文良玉比是不是强百倍啊 这知人知面难知心 我怎么能知道呢 方天宇跟我一样是个苦出身 有志气 有胆识 将来一定啊前途无量 是吗 你相信我啊 我的眼光是不会错的 前几天啊 他从狼嘴里救了开心 昨天又从江口下救了我 这可是豁出命干的事 没点胆色做得到吧 这倒是啊 亲爱的 既然他这么好 咱们干脆让他做干儿子 反正咱也没儿子 忍什么干儿子 做半死得了 你的意思是 文良玉这小子自命清高 他不把咱女儿开心放在眼里 我早看他就不顺眼了 眼下有了方天宇 以后让开心死了这份心 这 亲爱的 我们还是问问女儿 是什么意思吧 自古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开心的 就是让你给惯坏 我告诉你 过些日子 他就知道 谁对他好 谁对他坏了 可爱是真正的 空间 所以 只要花月容在下眼戏的时候 让他恰如其跟你掉下 就像是跟隐蔭 芸香 你是个聪明人 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对吧 不 我没醉 你们都别管我 大夫 大夫 喝 咳咳NO 绿柔 演的不错 打工告成了 american investor 你的戏份已经全都拍完了 谢谢导演啊 呦 这么隨隨便便 mindful呼喝杯酒 这戏就算演完了 这钱也太好挣了吧 沈太太您来了 好了好了 收了啊 zę4 收 Hani rappro I'n 我早就听说 沈太太是个大美人 今日一见 没让你失望吧 失望倒没有 只敢看 岁月无情 真是乱迷扶不上墙 沈太太 沈太太 这些东西 都是昨天您给我买的 无功不受禄 谢谢沈太太 你以为 这些下人碰过的东西 我还会再要吗 真对不起 我没看到你的手 下次你做事情 不要小心一点 否则手指端了 可就追悔墨迹 太太 这菜都连了 要不然我给你热热去 到了 到了 你还知道回来呀 老爷 李嫂 把这饭菜热一下 好 不是在外面吃饱喝足了吗 家里的饭菜也吃不下去了 李嫂 把这都倒了 老爷 这没你的事了 你先下去 在夏的面前 就一点都不注意自己女主人的身份 像个泼妇似的 做给谁看 我像泼妇 花艳蓉呢 她是什么 贱富烂富 人尽可福的狐狸精吗 不是说了吗 家花没有野花香 你去啊 倒你的温柔香了 搂着你的美人呢 你回来干什么呀 你去呀 去呀 这不是不可理喻 真是好 你还真是忘了你今天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吧 没有我们家的自重 你能住上这么大的房子睡这么软的床吗 你还指不定在哪个计较干了 跟老鼠跟蟑螂为伍呢 别以为我稀罕您家这张床 我走出这个门 外面有几十张床在等我睡 我走出这个门 你信不信 那你怎么还不去呀 去 去呀 你别后悔 沈世豪 沈世豪 你这个杀钱当的王八蛋 你 你 我走出这个门 我走出这个门 你这门 我走出这个门 你真是什么 我走出这个门 你这门 我走出这个门 沈老板 你来了 小姐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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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跟我进来吧 小姐 沈先生来了 五毛 我要睡了 送客 小姐 我说了送客 你听到没有 月容 你真的这么绝情 我想要什么你知道 只要你点点头 随时都可以来 我这个人不喜欢跟别人威胁 你早点睡 也要聚意 小姐 你怕书hoo 怕月亮的 不就是怕沈老板来了 她来了 你怎么把他赶走了呀 男人 得不到的总是最好的 我想过 他之所以没有帮我放在眼里 就是因为我之前太迁就他了 我要让他知道 我花月如可不是他养的小猫小狗 护之积累 护之积去 导演唱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正有点搞不懂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 这并不重要 沈老板 重要的是你花钱雇我值不值得 如果你觉得值得的话 你可以继续雇用我 如果你要觉得不值得 也可以马上解雇我 至于其他的都与你无关 不是吗 我真的不值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